这位佛教护法真是一位护法神 他是金刚守菩萨的化身 在千佛之中他是僧格隆解 是千佛之中最后一位佛 他生起了菩提心 并在999位佛根前说道 我必将追随众佛之步伐 我必须为何处理 我必须循估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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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始依止宝藏如来 后升起菩提心 自此他所做的每件事都为他累积功德 在藏地有一位至尊大成就者 不顿人心诸 大护法过去也曾是他 在这之前他是印度大师 大成就者比瓦巴 他的名字就叫比瓦巴 印度在比瓦巴那个时代 那里有一座大寺院 寺院里有很多佛教僧人及学者 那里大约有五百名僧人 阿底侠是僧众之首 比瓦巴就在这座寺院里头 一位伟大的学者 他因会共的需要而收了一瓶酒 那酒是他修秘法的必要供品 于是他把酒收住了 身为众僧之首的阿底侠 看见那瓶酒后说道 你不能继续留在寺院里 因为你把酒收在寺院中 你必须离开 然后他向阿底侠说道 但这酒不对我构成任何影响 阿底侠回 我知道那酒不对你造成任何影响 但他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 因此你必须离开寺院 就在僧众聚集的诵经堂上 比瓦巴说道 我是一个坏人 我不能从这扇门离开 我必须往上去 说完他便带着他的坐垫 从地面弹起 穿过寺院顶端的隔板 到空中去了 然后他便离去了 当他来到印度的恒河边 他说道 我这个坏人会将你们这些水污染 所以请你们不要见到我身上来吧 比瓦巴对河水这么说后 恒河水随即分开两遍 最后他从中间走到对岸 从那里 他到了一座庙宇 那座庙宇的信众 每日宰杀大量牲口 忌奉他们的神明 随后 比瓦巴直接步入庙宇 走到庙里神像前 用自己的膝盖 将那尊巨大的神像 推出庙宇外 信众们眼见此景 心生愤怒 却无法阻止 却无法阻止比瓦巴 于是只好请求道 请允许我们将神像 请回庙宇里 我们想将神像 放回庙里 请你放回去 比瓦巴接着回道 我会将这尊神像 放回庙里去 但你必须遵守一个承诺 我先要跟你要一个东西 什么承诺 信众们问道 承诺你们不再杀生祭祀 以米饭或其他食物 祭祀神明 如果你这样做 我会将神像 放回庙里去 在庙宇里 也奉着一尊 南极洁训天女像 比瓦巴随之 将天女像的头 一压 头便缩入身体里去 成了无头像 天女的十项的头 被压入身体内后 比瓦巴 在将天女像的两只耳朵 向上提 两手握着两只耳朵 将头拉回原本的位置 天女像 恢复原本的面貌 自此那位天女就有了新的名字 拉姆南卓马 寓意 千尔 天女自此有了 千尔天女 这个名字 比瓦巴 比瓦巴也在印度传授和弘扬佛法 随后 他到尼泊尔去 在尼泊尔 他看见一尊 拉姆千蒂嘎石像 那时候的尼泊尔 有一群人负责检视 像是当代的数学 预言 神通之类的东西 他们说 有必要杀生祭祀 大约要在三年内 宰杀为数两百万的牲口 好祭祀神明 如果他们不这么做 尼泊尔政府及人民 乃至整个国家会遭受厄运 不幸的事将会降临 当时的尼泊尔政府 想要这么做 事实上 他们必须这么做 因为他们必须确保 国泰民安 但他们找不到那种牲口 他们烦恼着该怎么做 接着比我爸说道 别紧张 我有个主意 你们无需找来 两百万的牲口 只需找来黑芝麻 上百包的芝麻籽 尼泊尔政府有必要 祭祭祀拉姆千迪嘎 最后当比我爸在主持火供法会时 有的人看见拉姆千迪嘎 在燃烧的柴堆中 当比我爸透过手 给他芝麻籽时 人们看见许多牲口 像是牲口的东西 散出去 在那个时候 比我爸的证量非常高 其佛法造诣是人人皆知的 比我爸之后的转世 在我们国家的有 班禅萨迦喜劳 他也是大成就者的转世 而班禅萨迦喜劳 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 但也不仅是一位学者 而是一位大成就者的学者 非常伟大的学者 之后到布顿人心珠 还有巴士萨迦喜劳 随后就到也是伟大学者的 布顿人心珠 布顿人心珠 元祭后 他转世到纵哈巴大师 杰仁波切的时代 成了一位伟大的大成就者 名叫杜金杂巴奸赞 杜金杂巴奸赞 随后转世成为班禅索南杂巴 班禅索南杂巴 是三世达赖的上士 班禅索南杂巴 德行高尚且享负圣名 随后 他转世成为索南野喜旺波 索南野喜旺波 索南野喜旺波元祭后 他转世成为杜古杂巴奸赞 杜古杂巴奸赞是一位 非常伟大的学者 即使只有13岁 他已经是位伟大的学者 修行上 他实修菩提道次第 无师自通 还能给他人说法 他的上师是班禅洛桑雀吉 我心里比较好 他一定比较好 他还能给他人说 我现在是为了 eles认为谁 彼女都不懷孕、不懷孕要。 回到宗喀巴大师的时代 聂仲护法 西藏政府的护法神 即便他没献真身 而化作一个男孩 多次到宗喀巴大师说法的地方 那里除了有宗喀巴大师 还有他的弟子们 聂仲到那里问道 我需要帮忙 我需要帮忙 谁可以做到 他问了很多次 但没有任何人说 我会做 没有人这么说 有一天 杜金杂巴兼赞 及宗喀巴大师最年长的弟子 他心想 这男孩来过很多次了 于是他说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 接着那男孩对杜金杂巴兼赞说 别忘了你对我说的话 不要忘了 话一说完就消失无踪了 我会帮你 从他说到宗喀巴兼赞说 他把宗喀巴兼赞说 他不告诉我 但是他要去 他慰讨厅说 他在宗喀巴兼赞说 你问我 他未来说 他便除了 他这样快乐 同一时候 这位男孩在宗喀巴大师的时代 第一是达赖加瓦根顿珠 他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 接下去就有二士 三士 四士 及五士达赖 在五士达赖的时候 杜骨杂巴尖赖出现了 在宗喀巴大师的时代 杜骨杂巴尖赖就是杜金杂巴尖赖 他在那个时候就存在了 到了五士达赖的时候 他再度回来 名字就叫杜骨杂巴尖赖 接着有一天 杜骨杂巴尖赖前去见一名神域 聂众护法 将神到神域身上 在众人面前问道 你还记得你曾答应我什么吗 你记得吗 杜骨杂巴尖赖回道 我不记得了 接着聂众给杜骨杂巴尖赖一些青柯 并说道 你拿好 把这些青柯烧了 然后闻它 你就会想起了 杜骨杂巴尖赖 照着聂众的话做了 便记起聂众化为小男孩 自己曾答应会帮忙的那些所有往事 当他记起时 他心想 现在我需要以一位佛教护法神的形象视线 随后他说 聂众丹金多杰勒巴 是另一个威力无边的佛教护法神 然后他对杜骨杂巴尖赖说道 现在正是时候 现在是幸运的时候 我们执欲纯净佛法的时候 宗高巴大师的法教犹如纯金般 若你成为此法教的护法 你会是最好的那个护法 你是宗高巴大师 法教最好的护法神 下一次当他前去见聂众护法时 聂众将神在神域身上 杜骨杂巴尖赖对聂众说道 我会遵守我的承诺 我会化现成为佛教护法神 但我没有死亡的因缘 所说的死亡的因缘是什么 让某个人让他生起愤怒 或让某个人伤害他 这会成为他视线为佛教护法神的因 他接着说 我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然后聂众回复道 你到拉萨去 进入拉萨 我会制造死亡的因缘 聂众对杜骨杂巴尖赞如是说 聂众仅这样告诉杜骨杂巴尖赞 杜骨杂巴尖赞便到拉萨去 拉萨是西藏的首都 杜骨杂巴尖赞在拉萨期间 藏人们 当地人 远道而来的人 都前来拉萨拜见他 当时他的声誉远远超越至尊达赖喇嘛 于是达赖喇嘛的其中一位侍者 德斯森格加措 因此心生愤怒 并且尝试杀害杜骨杂巴尖赞 凝儿人们 会认试杀害杜骨杂巴尖赞 在里面 那些人 这些人 武士达赖的侍者德斯森格最后把杜古杂巴尖赞杀死 但是至尊达赖喇嘛对此事一无所知 然后这位侍者告诉达赖喇嘛 杜古杂巴尖赞身患重病 至尊达赖喇嘛接着说道 如果他病了 我想到他那儿看看他 德斯森格加措 然后回复道 哦 您不能前去 尊者请您不要去 因为他的病症是头非常非常的晕 晕得非常厉害 况且这也对您不太好 请您还是别去了 在他阻止尊者前去探望杜古杂巴尖赞 另一边想 人们正为杜古杂巴尖赞的圣体进行图笔仪式 在图笔仪式上 非常特殊的烟 烟还伴由彩虹一同升起 彩虹出现在烟里头 像一根柱子高耸入云 那个柱子非常长 接着那道彩虹和烟在高空中直立入云端 当时杜古杂巴尖赞的侍者感到非常气愤 他想起人们如何伤害杜古杂巴尖赞 如何杀死他 如何伤害他 但杜古杂巴尖赞根本没想这些 他直接登天到净土去 他看似直接到净土去了 侍者为此而不高兴 杜古杂巴尖赞的侍者还说道 为什么您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去了 侍者用自己的僧袍拍打升天的烟 烟随之降下 不再升起 烟接着降到地面 然后整个地方都弥漫着烟和彩虹 像地面上的雾一样 随后他开始视线愤怒向 威力无边的愤怒向 而后他到桑普去 从拉萨去桑普 桑普在拉萨的另一边 那边供奉名为金甲义的护法神 那是供奉金甲义的地方 他到那里去 并在那里逗留 他在那里面 其中的苏玛的亚司 这种给丹方家 他在那里去中的丹方家 吃他就有了 这种人 我们拿下了 我出了一个积极 半死用 最有了 他在那里去中 困难了 年车人 长青四年 对了我的朋友 在这种人 我们拿下了 这个国家 我们的国家之后 还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征兆 威力十足 且非常怪异的征兆 人人都感到害怕 随后 武士达赖及其政府 尝试透过火供法会 将它消灭 高僧大德如至尊 达赖喇喇喇喇喇 多杰杂 及许多甘丹嘎然巴 那些法力高强的喇喇们 尝试透过火供法会 去消灭它 但他们没办法烧它 没办法做什么 它法力太大了 因此他们也就知道了 然后宣告 现在你是护法神 多杰兄灯护法 自此 当时中国的皇帝 各个地方的人们 都听闻关于 这位佛教护法神 甚至是中国 他们送来许多各式的贡品 供养给这位护法神 包括护法神的帽子 自此 这位威力无边的护法神 高正亮的护法神的所望 意思是家亲 多杰兄灯的灌顶 自那个时候就有了 上师们 透过喇嘛人心旺家 所撰写的奇愿文 给人们这位护法神的灌顶 但后来这个奇愿文 就不见了 自从那奇愿文不见以后 人们 即使是高僧和大师 都无法获得多杰兄灯的灌顶 后来来到 佳杰帕奔喀仁波切 及塔普金刚池的时代 塔普金刚池 是一位伟大的大成就者 他是一位真正的大成就者 佳杰帕奔喀仁波切 向塔普金刚池请求道 请您尝试获取 多杰兄灯护法神的灌顶 因为我们非常需要这个灌顶 接着塔普金刚池 前去都帅天堂 因为宗喀巴大师就在那 然后他到都帅天堂 也看见宗喀巴大师 然后从宗喀巴大师那里 获得多杰兄灯的灌顶 塔普金刚池 获得两种不同的灌顶 然后从宗喀巴大师那里 灌顶传给了塔普金刚池 塔普金刚池将灌顶 传给了嘉捷帕奔喀 嘉捷帕奔喀 再传给了嘉捷赤江金刚池 接着嘉捷赤江金刚池 传给了我们的上师 嘉捷送人不切 他获得三次 大约三次 从上师们开始算起 这已经是四代 塔普金刚池是西藏伟大的大成就者 人人都知道他的成就 因为他能跟佛像说话 一般上度母会跟他说话 就像一般人对话那样 这种事迹是有的 嘉捷帕奔喀是一位伟大的大成就者 他很多前世都是大成就者 他有许多前世 而在这个时代 他广为红法 让佛法增长 让佛法在整个西藏发扬光大 他广为说法 红法 对我们非常仁慈 他也是圣乐金刚的化身 他是真正的圣乐金刚 尊者宋伦伯介说 你们的灌顶来自那位伟大的上师和大成就者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些细节 如果你们想了解 有一本书可读 尊者宋伦伯介提起一本书 我有那本书 因为尊者宋伦伯介的关系 我获得了这本书 或许我可以替你复印 你或许来自这个道场或其他道场 如果你想学习 你要跟你的上师学习 那些经典的注释在印度印刷 如果你想要 格西拉说了哪里科学 那些经典的经典的经典